羅仲謙、張寶儀最近頻頻為新劇怡科醫生開工 這日拍攝 謙謙得知 寶儀原來去年已經被袁偉豪求婚成功的好消息 當然有送上祝福 謙謙還說這次和寶儀合作不知多開心 是啊 又聰明 其實在合作最好就是有這樣的對手 氣氛在氣內氣外都會相處得很開心 有沒有向前輩好好學習 又說他有教我很多東西 然後呢? 然後教你什麼呢?分享一下 很認真 太遲了 現在他已經有另一個身份了 我認識他太遲 所以說得太遲了 現在整個片場都會祝福你 我也會感受到祝福的氣氛 謝謝 謙謙在劇中會和寶儀有感情戲 不過為免阿BEN俠草 謙謙已經排定定心軟了 之後我們都會有些感情的瓜葛 是的 但是我們這些都是 怎樣說 比較浪漫一些 內斂一些 所以他老公應該去放心 現在做了醫生一陣子 有沒有說 終於有些東西習慣了 或者有些東西都還未習慣 習慣? 真的嗎? 穿高跟鞋子 因為每一天都穿著它 其實都穿多久 所以有空就要換回駝鞋 謙仔你這次會不會呢? 其實OK的 因為之前有拍過Encore的這麼多輯 其實都比較熟悉的運作 是的 那兒會不會來探訪呢? 現在不會 因為他專心照顧寶寶 因為如果帶寶寶來 OK 但是現在人多了 始終為寶寶寶寶寶寶 就留在家裡多些 今年榮昇新收爸爸的謙謙 除了忙著開工賺奶粉錢之外 他和阿姨都有經常向身邊人請教 會不會想要幫他報定班 現在已經 有周圍問別人的意見 這個都是現在很大的煩惱 因為又想好 又想近家是很難的 有沒有偷電視? 你下一步再下一步 就可能是生寶寶 是的 是的 很多一步之後 什麼? 我們先唱一下身體 我是醫生 喜麥 這個就是盡快盡快 喜喜馬拉雅三文 盡快盡快 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一步一步來 先做完 現在連分都還沒結 還沒結 所以要先安排這些 在當中 非常平的 一步 恐怖 那